第184集,蓝王鸡嘴角异扬,我不是男子汉,要不要再是一事,你也太坏了,居然骗我,我没骗你,我是真的醉了,只不过是,睡了一阵有所缓解而已,蓝王鸡看魏无羡委屈巴巴的样子,收敛了笑容认真的跟他说,以后不敢让你喝酒了,这样残暴,都要把我搞死了,真有那样厉害,真的啊,骗你干什么? 你看我全身是什么模样,魏无羡哭丧着脸说,他现在合身就像伏地图,一片片的红海,那我就放心了,你还说我不是男子汉,蓝王鸡的脸上现出一丝邪魅的笑容,那是一个男人毫不掩饰的自得,你,你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这样厚啊? 魏无羡觉得无比的委屈,今晚的蓝王鸡太不是蓝王鸡了,完全没有一点优雅之态,就差把他大写八块,近朱者尺,近墨者黑,蓝王鸡搂着魏无羡,欣然地叹了口气,魏无羡气不打一处来挣脱了他的怀抱,躲到床脚不理他,蓝王鸡笑着挪到他的身边,温声地说,魏英,是我过分了些, 以后不会了,信我,幸亏我是男的,要是你的,肯定完蛋,魏无羡气哼哼地说,好了,是我的错,你想要我怎么做?你说,你让我做一次,丈夫,不可以,怎么不可以?不是你让我说的吗?你我都是男人换一换,也可以增添新鲜感吗?不用再提,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 好,那你自己睡吧,我去别的房间睡,魏无羡撅着嘴抱起一床,被子就要往外走,蓝王鸡大手一伸就把他抓回来,哪里也不许去,你只能跟我一起睡。蓝王鸡把魏无羡孤在怀里云淡风轻地说,小蓝院长,你是有文化的人,不可以这样拔道,说话不算数,这是原则,什么原则?我们本来就都是男人,换换位置有什么? 不可以,你都说了,你嫁入蓝家,你嫁给了我,我就是丈夫不可更改,那换一下,你嫁给我,不可以,我们都注册举行婚礼了,那行,你自己睡吧,我别的房间睡。 魏无羡气哼哼地挣脱蓝王鸡的怀抱就往外走,蓝王爷下了床跟着他往外走,你干什么?没什么?你到哪我就跟到哪,你只能跟我睡。 魏,我怎么没发现蓝院长的脸皮这样厚啊?你别跟着我,我自己睡。 魏无羡屁股一定要赶走蓝王鸡,谁知蓝王鸡一把搂住他的腰嘴,凑到他的耳朵边,温热的气息喝着他的耳朵,还想要。 魏无羡气急败坏左冲右突后顶就想跑,无论蓝王鸡的双臂如铁钩,他怎么着都没用,我都赢不了蓝王鸡,魏无羡只好用嘴。 蓝湛,放开我,你这是无赖知道吗?你这堂堂的蓝院长,居然是个无赖。 你睡你的我睡我的你放开,赖上你了,没你我睡不着。 蓝王鸡实诚地说了一句话,魏无羡手一致,是啊,自己是赌气想跑。 但其实,蓝王鸡不在身边,他也是睡不着的。 就在他凝神的一刹那,蓝王鸡就把他抱了起来,重新回到床上,孤主盖上被子,不让他跑。 魏无羡半推半就也舍弃了挣扎,转过身去睡部里蓝王鸡。 蓝王鸡也不再说什么,投窝在魏无羡的景象之间沉沉睡去。 魏无羡没有蓝王鸡的心境,睡了一会儿就从蓝王鸡的怀里滚了出来,在床上是跌宕腾挪,把被子也蹬到床下。 蓝王鸡感觉怀里一空,醒了过来,看见魏无羡滚到床的另一边,不禁失笑,坐了起来把了桌回来,却发现魏无羡居然在说梦话。 蓝湛,你回云深不知处一路要小心,那个温潮或者是温序会对你不利,你一定要小心,我得回莲花屋不能送你回去。 蓝王鸡一愣,又是梦见前世的事情,还是跟温家有关。 蓝王鸡停住了动作,静静听魏无羡又会说什么,那个金光膳父子也不是东西,性金的都会胡说八道,你不要相信他们。 性金的,性金的会是谁,蓝王鸡听得满头雾水,为了多知一些往事的事情,就乃着心听。 只见魏无羡却安静了下来,紧皱着眉头不说话,不一会儿又抓住一个,被脚咬到嘴里愤愤而言。 离的是哪本经,盼的是哪种道,那个表情变成了悲痛欲绝的模样。 蓝王鸡心里慌了起来,怕魏无羡被噩梦掩住,连忙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他,魏英,醒醒,魏英,醒醒。 魏无羡脸脸上的表情缓了下来,咬在嘴里的背脚也松开了,悠悠然眼开眼,眼泪就滚了下来。 蓝湛,魏英,我在,不要怕,你看见什么了? 我看见姓温的要害我,还有个姓金的也要害我。 后来,就看见,我要逃走,在一个叫穷其道的地方,你拦住了我,叫我不要走,然后呢,被你叫醒了。 好吧,安心睡,明天再说。 蓝王鸡再次搂住了魏无羡,魏无羡在残梦中颤抖,靠近了安全的港湾。 两人相依相威,一夜无话。